在对手的这部剧中 老火到底是个怎样的角色呢 起初丁美希只是利用他 盗取器公司的机密文件罢 可谁知在被利用的期间 老火反而对丁美希越陷越深 甚至暗恋到无法自拔 不过老火是个小松包 即便是在喜欢 也不敢对有家有事的丁美希有想法 可知道有一天 丁美希为了不暴露间谍身份 假装演戏和李棠离了婚 这反倒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 老火没有错过机会 开始了对丁美希疯狂追求 然而他是追求了 但丈夫李棠怎么会乐意呢 这不赤裸裸戴的大帽子吗 于是李棠也没犹豫 借着丁美希的身份将他约了出来 当看到第一眼 老火多少有些怕得要死 李棠甩出了一份录像 一份丁美希被家暴的假视频 我有孩子 你也有孩子 我有家 你也有家 我们以后别再上了李棠吧 可以吗 看完视频后 李棠的目的也达到了 老火果然放弃了对丁美希的追求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老火之所以放弃 却并不是出于对李棠的害怕 没过几天 林玉找上了丁美希 再次吩咐了一个恶心的任务 那就是重新接近老火 继续获得老火身上的进出口公文 丁美希差点没被气死 但还是遵从任务 重新又找上了老火 但这一找可不要紧 老火以为丁美希回心转意 当即就把他带回老家 热热闹闹办了的订婚宴 而这一半就出了大事 结果第二天 整个学校和朋友圈里 全都传遍了老火和丁美希的结婚消息 煞时间丁美希进退两难 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演下去 最后经过多方面考虑 李棠还是建议他有个新生活 要是哪天真出了意外 最起码也能多一份照顾 也就从这往后 老火和丁美希走到了一起 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期待 可是强扭的瓜毕竟不甜 虽然生活在了一起 但日子却是过了个稀碎 首先老火不能在家住 每天唯一的温柔就是公司的沙发 其次再搬了家以后 女儿李小曼就怎么也看不上他 白脸刁难都是日常操作 好在老火似的好脾气 将所有委屈都装进了肚子里 可如果单单是这样也就算了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 丁美希发烧难耐 整个人也变得有些虚脱无力 他爹李棠打去了电话 李棠也是二话不说 当即就跑了过来照顾丁美希 而也就此刻 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香油了 这儿没香油吗 没有 先这么吃吧 那不行啊 那为了我可差很多了 等李棠走后 老火也是接替起了工作 继续照顾着丁美希 不过老火越是包容 反倒是让丁美希越是来起 他不明白 老火到底选择他是为了什么 听着丁美希的质疑 老火这才说出了他隐藏的秘密 其实一见钟情都是孩子的事情 所有人都以为老火喜欢丁美希 是从那一晚的激情开始 可是只有他心里清楚 爱一个人 有时候也可以默默付出 八年前 中秋那个星期的第一天 全是职工爱国主义正式竞赛 也就做我前排 此次又有谁做曲的呢 丁老师 好久不见啊 我也知道 你已经结婚了 孩子到大了 早点睡吧 回忆生生不曾走远 这么晚了 别走了 还好话没开完呢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回来就好 这么多年 你一点都没变